掌握移民动态近在风情快报 那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新的一期的风情快报栏目 我是主持人Sara 那今天呢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风桥移民的总裁Jenelle女士 Jenelle你好 大家好 我是Jenelle王 很高兴和大家分享 最新的加拿大移民留学信息 那就在刚刚啊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了 加拿大的最新的人口数据 截止到今年第一季度呢 加拿大的人口已经突破了4100万 距离去年6月份 人口突破4000万的那个时刻 才一年不到就增长了100万 没错 今年前三个月 加拿大又新增了24万2000多人 主要都是来自于移民 新增人口的一半以上 来自于学生 外国劳工和难民 这个速度啊 真的是太快了一点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啊 加拿大的住房危机 医疗的资源公共服务等等啊 一系列的都是跟不上的 那跟现在的移民啊 是人口太多有关 那就在这两天呢 我看网上还起了一项 take back canada 夺回加拿大的这种活动 还专门建立一个网站 说是在7月1号 在温哥华 多伦多等7大城市将发起抗议游行 要求联邦政府呢 改变现在的移民政策 是的 我个人认为啊 take back canada 这个活动 是对应了这个削减留学生配额 严控移民门槛之后啊 有很多的留学生 或者是其他的 非法滞留的一些人群 尤其是印度学生啊 他们呢 进行了一些 比较大规模的抗议 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你假留学不认真读书 还这么强硬 那我作为本地的一些公民也好 或者是永久居民也好 他当然也有权利说 表达自己的声音 我可以要求你离开加拿大 这也说明 过去一两年的留学生的政策 的确是有放之过宽的 这么一个失误 局面呢 已经有一些失控了 那从去年开始 其实我看到 其实政府已经开 逐步的在留学生移民这个政策上 做了很多的调整 嗯 对 加拿大联邦政府呢 的确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从今年的年初到现在 移民政策和留学政策 真的是一个接一个啊 除了目前已经生效的 留学生配额削减 SUV限额 联邦自顾申请暂停 以及各个省份相继做出的调整之外呢 还有一些是议会的建议 或者是行业专家的建议 以及正在做的一些调研 都有可能在近期逐步落实 嗯 那移民政策 其实啊 真的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啊 一方面是大量的移民来到加拿大的确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那也提供了加拿大急需的劳动力 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吸引多少的移民 也需要契合国家的整体发展 不是越多越好 这个需要把握一个度 那你刚刚也说了 上半年呢 已经移民政策在大幅的调整了 那最近呢 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调整吗 能给我们大家详细讲讲吗 好的 那首先第一个呢 毕业工签 不能再在边境换领了 嗯 那我也注意到了 我看很多的留学生群里都在说这个大家其实意见非常大 那他们不在这个 就是就是毕业工签不能在边境认领的这种情况 那他们在哪认领呢 毕业工签或者其他种类的工签到边境去换领呢 有一个词叫flagpole 那按照中文翻译过来呢 就比较形象的叫绕旗杆 那这个呢 是加拿大境内的临时居民从边境进入美国 再回到加拿大 他就可以获得在海关当日就能够获得这个签证的批准 从而呢 很多申请人可以节省在线申请工签或者学签的等待时间 所以说呢flagpole也就是绕旗杆的 长期以来深受加拿大境内的移民或者签证申请人的欢迎 就在6月21号 加拿大移民部就突然的官宣啊 加拿大的边境CBSA不再处理毕业工签的申请 而且立即生效 我身边不少朋友也有这样的操作过啊 那这次为什么要叫停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根据移民部的官方说法啊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家边境的人及货物的安全保障流动 使得边境通关更加的快捷和容易 过去两三个月啊 关于边境换迁的问题一直被中加两国相关人士抨击啊 美国的鹰派甚至认为加拿大支持的flagpole是安全隐患 同时造成边境人和物品的通关受到影响 所以说这次出台的新政呢 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美国那方面的压力 应该说是一部分的原因 事实上呢 绕旗杆做过做法啊 也的确是给加拿大的边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海关的官员无法完成正常的执法活动 导致人员履行延误或者延慢货物运输的速度 统计数据显示啊 从2023年3月1号到2024年2月29日 毕业工签PGWP的申请人数 大约占到了flagpole边境换签人数的五分之一 嗯 那人数最多 所以说第一个被牺牲掉的就是毕业工签 当然了 移民部也承诺会提高那个在线申请的处理效率 同时呢 也给符合毕业工签条件的学生 在等待工签结果期间呢 给你一封信 可以出示给雇主 支持他们全职工作 嗯 介绍的非常清楚啊 那这个政策对留学生影响真的是不小啊 能够我们详细解释一下 对有些学生来说可能影响不大啊 无非是多等两三个月 但是对于部分留学生来说呢 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我举个例子啊 暑期毕业的BC省硕博类直通车 仍然有资格申请的毕业生 一旦不能边境换签 就算八月份毕业立刻在线申请的话 到年底来得及拿到毕业工签吗 明年朔博直通车可就是要停止了呀 我都开始替他们焦虑了 从薛检这个学签名额到BC省的朔博直通车辩证 今年加拿大留学生真的是很受伤啊 那执定这些政策政府难道就没有考虑这些人士吗 接下来呢 其实还要改革毕业工签 他其实在这个对留学生的管理这个部分呢 会管理的更加严格 首先呢 这个移民部长Mark Miller在社交媒体上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是时候改革毕业工签制度了 所以接下来移民部的工作重点之一 肯定是改革PGWP毕业工签制度 那媒体上所谓的八大改革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具体能给我们怎么改 具体分析一下吗 目前来说只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 第一 加拿大政府已经向各省以及众多高校发出信函 咨询他们对毕业生工签PGWP计划的预期变化 目前所有学士硕士博士和公立college的毕业生 都可以获得毕业工签 如果要改革呢 联邦需要通过问卷调查知道各个省份各个高校 对这个变化的预期是怎么样的 第二 在联邦给各省的信当中呢 也开述了政府的明确的意图 也就是说将PGWP的资格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结合 同时减少PGWP持有者的总人数 政府明确的表示一旦协商结束将实施限制措施 三在问卷中根据劳动力需求和短缺来确定毕业工签的申请和实现 是已经基本被默认了 都不是问题之一啊 而是在默认的前提之下怎么改的问题 第四 在这中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对留学生比较大的震动是 如果自己所学习的领域不适合在劳动力需求和短缺的相关行业工作 学生可能会面临被限制PGWP的这么一个前景 或者能否对在实施这个政策之前已经在加拿大学习的学生提供豁免 第五 其他的问题呢 当然包括如果有的话啊 哪些学生群体应该免受这些变化的影响 职业短缺的清单应该多久修订一次 此后什么时候应该将其应用于正在学习的学生 那这些问题呢都还是有待明确的 也就是说移民部呢也只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具体怎么实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对吗 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看现实情况啊 去年加拿大共发放了九十四万九千两百七十份工作许可 八年来呢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六十六 很多国际毕业生在加拿大工作 希望凭借多年的相关经验申请P2 未来三年可能会有多达100多万学生的毕业工签到期 能否转为永居或者被要求离开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据CBIE加拿大国际教育局说啊 到2023年底加拿大各学习阶段的国际学生人数超过一百万 并引用2021年对学生的调查 百分之七十二连五的人打算申请PGWP 百分之六十的留学生打算随后申请永久居留权 所以各方面信息已经明确显示 对留学生毕业工签的限制啊 已经建在悬上 何时实施 对以往的学生是否有豁免 哪些专业获益 哪些专业不受欢迎 都会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 政策一旦公布 必然很快实施 那么如果它公布啊 就会成为今年年初限制留学生配额这个新闻以来 最大的一个新闻和最大的震动 那除了毕业工签 最近还有其他的重大的问题的改革话题吗 在毕业工签这个话题结束之后啊 相信一直被诟病的LMIA 雇主封闭式工签 也会逐渐进入移民部的工作视线 同时各界也积极呼吁允许枫叶卡持有人 可以在境外申请更新枫叶卡 等等的这些话题呢 也许到晚一些时候逐步都会落实 非常感谢Janelle 给我们这么具体 这么客观的分享了 加拿大最新移民政策的一些变化 今年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真的是特别的密集 希望大家都能够早做规划 那将政策的影响呢降到最低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会 大家再见 谢谢